把仙子围起来 你可不要放走 快 这么多关闭啊 我看看 我看看 真是来了不少关闭 回头 干什么 你 小月 你先上 小月 快拿入砸墙 走 真妙啊 怪不得你们敢把我藏在这儿呢 原来早有准备啊 小啰嗦 进去 小月姑娘 慢着 走 快 走 走 阿姐 跟我进入加强了 放心吧 嘘 闪开 大人 我们可是鬼鬼绝绝唱戏的 启禀大人 没有找到季先生 不可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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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是空的 来人 给我砸开 来人 都来了 竹子真是神机妙算 未不先知 果然是季晓岚 细班绑架陶婷命官 全给我带走 误会误会 我看哪里谈得上绑架 季晓岚 他们不是绑架你吗 哪有这事啊 是我贪恋细班风情 故而留恋忘返 你看 这细班人跟我都认识 都是我的好朋友 对不对 而且你听狗官说好朋友 季晓岚 你关在家墙内 又怎么解释啊 这不 这人有三级啊 就是一场虚惊 一场虚惊 狗官 小月 不愿再叫我狗官了 季晓岚救了我们 嗯 还笑还笑 怎么了 找你费多的劲呢 哎 另外 你如此包庇劫肺 是何举心呢 看他何大人 他不挤牛菜鸡上 你可听这话 季晓岚一定有他的意思 是吧 这种呢 你往这儿看 四姑娘快走 这好像是福盖安的兵 一定有热闹开 快走 这是非之地 不亦久留 不入不屑 淹得乎紫 哎 四姑娘 这国伍 宋子官印有金锁 这 您是神仙投胎 上映天命啊 这幅画是何人所有啊 问你们画呢 都哑巴了 不 大大大大人 这这张画可不是我们戏班的 季先生 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 这花不是挂在这儿吗 这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这 到底谁的 对啊 不是你们的 那这话怎么解释啊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谁挂的 您赶紧站出来 可求你 别连来大伙啊 我这儿谢谢了 谢谢嘞 对 对对 不要紧不要紧 把他们带回去谁问 一定会问个水落石出的 对 对 吹套去 吹套 我的吐东 那是谁买的 是谁捡的 那赶紧说话呀 我的妈呀 全部带回衙门 快 好 季先生一定有办法 对不对 我呀 我大概一猜出这花是谁的 杜晓月 杜晓月 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 我 把他抓起来 是 是 你这狗官竟敢睡狗配人 这 不是我你 竹子 能不能让我 私下里审问一下 你 季先生请 谢竹子 走 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过来 来 我告诉你们 那幅画是我画的 狗官你是害我吗 晓月 听他怎么说 我想起来了 上午你在画那儿 画了一项我的观音了 出去找 晓月 季先生不会吃饱 趁着没事乱画 我想拥有你的用意 对不对 对 还是莫愁聪明 我问你那账本重要不重要 有了账本就可以告到燕城官府 救出灾民啊 好 那你黄克明大哥有账本 他为什么告不到官府呢 官官相护嘛 对 要告到官府 不但要有证据 还要有办法 什么办法 那幅画就是办法呀 画 对 请说 现在没时间来不及了 总之一会儿出去以后 我说什么 你们就说是就行了 好 还有 别忘记住了 好 别忘记 不 别忘记了 我说是 我说是 你不可告人的密谋 这话可不能在主子面前说呀 说无密谋 怎么会鬼鬼祟祟的 军下兰 帮着主子找到了这幅画 可立下了大功一劲啊 你那些赫赫赞功 逼不得他这一下儿啊 文员狗腿 卑鄙 来来来 来来来 吃吃吃 李先生怎么样啊 杜晓月 啊 自个儿说啊 这幅画是我的 晓月姑娘 这幅画看似破旧 是你买的吗 算你说对了 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你师父 对啊 班总 你师父现在何处 你想知道吗 先得答应我的条件 放肆 说 第一 不许再找这个戏班的麻烦 我答应 好 第二 要给黄克明黄大哥恢复名誉 岂有此理 这一条我也答应 第三呢 第三 第三 第三第三 没有第三 就不要乱提条件 第三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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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第三 关于季先生的事 哦对了 关于我们绑架季先生的事 你不准再追究 季先生都不在意 我何必要追究呢 好爽快 这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都是你教的吧 什么都瞒不过何大人发言 不 小月姑娘 你师父尊姓大名 我师父啊 姓白 姓白 人称白娘子 白娘子 她家住何处 家住燕城 嗯 烟城 烟城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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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